亲爱的大家好,我是贵州姐 上一期讲到要去一个美丽的地方 Paloma City Beach 我们是从Toria State Park过去的 在这个期间只有四十多英里 我先生呢,他不想再上拖路啊 所以我就小车在他后面追 我们要到Paloma City Beach 需要经过Paloma City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一晚 Harvest Host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Harvest Host 这个是一个薰衣草的农场 这个地方叫Paloma City,佛罗里达 今天是2022年4月9号 这个农场有很多好处 一个是加水是免费的 然后早上还有新鲜的鸡蛋 提供的客人免费的 主要是销售就薰衣草的一些体验的 一些洗发用品 肥皂之类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是他种的薰衣草 因为这个是美国春假的一个独家圣地 很多学生都会在这个时间考虑来到Paloma City Beach 度过春假,我们昨天也是很晚 匆匆的去转了一下 因为风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会再去看 它这个地方也会提供给客人的电 如果要插电它是需要付费的 加水都是免费的 柴火也是免费的 我们停好车以后 立刻往PCB进发 希望在日落之前看到一些美景 现在在这个街道上 它有一个标注性的建筑 一个是船 一个是这个要倒的房子 这里的街道建筑物都是五颜六色的 这两个建筑物呢 是好像是那些年轻人的一些娱乐场所 所以我们也没进去 直接往海滩走 我们Google了一下 据说这个沙滩 它们号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沙滩 又板又细 据说是几百年以前 阿帕拉西山脉 如因结晶而冲刷下来形成的 现在这么样白白的细沙 太夸张了 结果好大 但是那个海滩太美了 白白的细沙 那个浪连好大好大 真的是太冷了 亲们 你们看到这样的美景 有没有很心动 是不是感觉马上就想飞到这个地方来 据我们的经验就是如果第二天早上11点12点 check out的话 你就要头的天出来 即便是晚一点回去也没有关系 因为第二天check out的话车子也不好停 但是头的天晚上的话你再晚一点你回去心里也很踏实 这样的美景不是你随时都能看到的 就算是一个地方你天气的变化还有时间的变化也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景色 这也是我们赶过来的原因之一 不好意思 这一段可能有点长 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我不知道要把哪一块剪掉 因为我确实太舍不得 我感觉每一段都非常的美 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虽然风很大 但是我们的心情还蛮兴奋 因为我们看到不同的太阳的颜色 有雪红色 有金色 然后看到整个海面上的沙滩被海风吹起来 简直是眼睛都撑不开 但是感觉特别舒服 风实在太大了 我们就准备往回走 因为我们预计还要晚几天 所以现在往回走的路上 你看这个又是一种不一样的风味 五彩缤纷 颜色特别漂亮 这也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床 跟那个要倒的房子 第二天因为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 觉得可能下水的话还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还是心不甘 因为在Palab City Beach的话 它有很多公开的海滩 我们有大体的去收了一下 收了一下之后 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Pier Park 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商业街 有很多年轻的学生 因为放春假嘛 他们都到这个地方来旅行 你看这个人特别多 这一条街呢 大部分是卖甜食啊 或者是冰淇淋啊 这些的也有卖服装 买有餐厅都有 这个也是一样的 五彩缤纷 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个房子的建筑物 旁边呢 它的设施都比较齐全 可以坐在路边吃冷饮 然后聊天 然后歇习 它的设施都非常好 一直走一直走 这条商业街 是一条直直的一条商业街 我们也没有坐下来 想再往前面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街道至少要走十几分钟 因为我们的目的不一样 不是来这里吃冷饮的 也不是来吃东西 或者是逛商场买衣服 我们就是去看看这个海滩 再还是两个 veteran 其实我现在就完成了 我现在就 Kommunen 看到这个墓底罐 见面 我们两个温度 要走着树客 我们ウザー 馬上要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前方是Pierre Park的一个大门的一个招牌 蛮漂亮的 我们走过对面去就是海滩 这个是人特别多的地方 我们穿过了街道 然后直奔海滩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可以带着狗狗来的一个海滩 我看到有一些带着它的狗狗一起来海滩遛狗玩耍 整个沙滩也是一样的 白白的细细的感觉 所以这个 ECB这个地方呢 确实海滩特别美丽 有很多人在里面打排球 然后晒太阳 然后不说时事 享受生活 它在大海滩 在我们有很多人在的海滩 这就是线 现在我们在这里 听着波涛汹涌的海水 听着海浪拍打在岸边的声音 我很兴奋 我下海水去玩了一下 然后我先生一直在岸边 后面忍不住 他还是下去走了一走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打算穿泳衣泡水 只是在沙滩里面先感受一下温度 因为我们有下一个行程安排 是去一个叫St Andrew State Park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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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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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气预报讲 明天的风会恍惚很多 所以我们计划明天穿着泳衣去海滩晚上一整天 不然就感觉好像白跑了这一趟 Panama City Beach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去St Andrews Day Park 这个公园是收费的 八块钱一辆车 公园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景点 就是这个鳄鱼府 鳄鱼府上有很多白露丝 还有水鸭 这个公园很有特色 它的步道上全是白白的细沙 在哪一个公园里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细沙 可惜我的相机曝光了 一会儿里面就会看到曝光的感觉 非常的糟糕 我感觉很遗憾 这就是我曝光的相机 我也没舍得杀掉 我想把它保留下来做一个记录 还好我用iPhone照了有几张照片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沙是白白的细细的 这也是他们公园的一个特色 我没有听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超美的 最后的评论 我来说 我们现在看这里 然后我们介绍了 我看这些东西 我们在愿意 所以咱们 在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那种椅子 最后的 就是 我们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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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